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website newsletter 那么我们都知道昨天晚上很兴奋的是 比特币终于冲破了之前的高度 之前的峰值打到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 也就是6万9千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因为每个交易所它的最高点不一样 我看到的好像是币安的是6万9 正好到6万9之后马上就回调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几天的话 其实是有人我感觉是有人在操控大盘 一直想要把比特币一直拉升到原先的这个峰值 并超越它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迅速的下跌 那一度跌到了60k以下600美金以下 这个都是可预见的 包括我在电报频道里面都有跟大家说过 那么热钱的话都流到比特币 所有的包括NFT的市场都是在回调 包括替代币其实替代币 只有一些主流币其实在过去几年找 不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其他领域的替代币 包括AI的包括一个gaming的游戏领域的 都是在回调NFT市场 整个市场都一片红色 包括无料源已经跌户了20个ETH 所以在流血 NFT市场在流血 我说的是以太坊的 其实比特币的NFT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特币 都是在上涨 而且是疯狂的上涨 我一再说了 大家不要去缝谋 包括比特币以太坊前两天 在疯狂涨的时候 因为我感觉就是跟一些朋友聊 我都会说应该是有人在操控盘 包括对于一些新手 有很多人目前这段时间 也是在逐步的进入这个币圈 对于新人的话 我都会说提醒一下不要追高 因为涨的会让我 我真的是前两天非常的不玩 我也没有去 去购买任何的这个比特币 或者以太坊 就等着它来跌下来 对于新人来说的话 你可以先买 有不一定直接先买比特币 可能一些新伙伴 他会觉得要直接买比特币 OK 我这边说了这几天 可能有人在操控市场 想冲破新高 其实在我们预料当中的 一样的 就是它一旦达到新高之后 马上就回调了 今天早上的话 其实在它跌下来的时候 今天早上也就三个 两三个小时 执行三个小时之前 买入了一些以太坊跟比特币 等它回调的时候 每次都是它跌的时候 一定是等它价格回调 恐怖的时候 我还是在 以太坊 三千四三千五的 这个价位 三千五或者说 四三千五左右 我不太记得了 买入了一些 然后比特币也是在它 这个V的 在上涨的过程中买入的 当然这个最低的 这个升V 这个点是没有抓住的 因为正在睡觉 OK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周推荐的 三个币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上周推荐的 其中一个是RB Trump RB Trump的话 我们在12月份就已经说过了 因为以太坊的这个 单款升级 会是在3月13号 但是之前的话 那么RB Trump跟OP 是收益最大的 我们的这个L2 这两个L2的话 也是就是二层链 也是这个TVL表 打的两个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上个星期 是在28号 上星期三28号 那如果说你在 那个时候买入的话 那其实当然后来 这个月底的时候 29号又有一次下跌 那你如果说 能够抓住这个 DIP的话 其实是肯定利润呢 利润点是比我这边 抓出来的要高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3月5号的时候 也就是昨天 它达到一个高点 就是2.17 一个星期的话 大概是有14.34 当然这个后来 就发生了DIP 这个是整个市场 都是一样的 目前的话 又在上升过程中 这个B的话 RB Trump的话 我已经说过了 在12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一个中短线 或者中长线 我们要拿几个月 拿到单款升级之前 我们可以卖掉它 因为可能会发生 Sales & News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个星期 我们最高的涨幅 达到15% 然后OP的这个涨幅 是比RB Trump要好很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上个星期到现在 它现在又上来了 在昨天 应该也是昨天 3月6号 今天凌晨12点的时候 达到了一个高度4.7 目前的话 已经上升到快4.7的一个 价位了 那么一个星期涨幅23% 针对于比特币以太坊 一个星期涨幅的话 其实OP是比他们涨得更高的 虽然说我们看到 比特币以太坊都在吸血 都在吸这个NFT市场 而且都在吸Otcoin 就是TTP的一些资金热钱 那么OP在这一个星期来说的话 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我也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以太坊单款升级之前的话 OP跟RB Trump 一定是收入最大的 所以OP的价格上涨 是一定的 OK 所以如果说你有在 下月份进入 或者说你上星期 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进入的话 现在的话已经有百分 超过百分之二十的一个利润 我可能会在单款升级之前 也就是三月十三号之前 我们卖出盈利 因为会有Sales News 预计会有 还有我们上周 还有一个推荐的是XLM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上周三 它最高的时候 达到了百分之三十的一个利润 在三月四号的时候前天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中短线 所以大家达到 自己的这个利润的 一个目标之后 就可以退出了 特别是 它在下跌过程中 我一般会 可能会在下跌过程中 不会说跌到 它远见的一个水平 但你看到 有势头的时候 就可以卖出盈利了 或者说你可以再拿多 拿时间长一些 因为 这个毕竟不是我的 长线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会在盈利 差不多的时候 就把它卖出了 我应该是在昨天卖出的 OK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星期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里面的一个三个 就算是现在卖出 也有百分之的一个利润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是上个星期推荐的 三个别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 我星期的视频 简报当中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整个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大局 大四的一个情况 大局从整个盘 或者说整个的趋势来看 比特币 自年初以来的话 上升已经有百分之五十 在过去的一年之内 上升是百分之两百 这个只是说 大概的一个数据 昨天晚上的话 我们也已经创造了 新的律师最高点 当然比特币 这样子的一个涨幅 包括我们的 这个科技股的涨幅 我们还是需要跟宏观 去相关联一下 谈一下我们的 目前的宏观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之前 其实都有提过 美国的债务的话 它已经达到了 30万亿美元 那美国正在 之前从未有过的 这种速度在借债 那大家可能会 对美元感到 会比较nervous 比较紧张 那光是这一点的话 就可以去推高 比特币 以及其他加密货币的 一个价格 因为大家会觉得 美元将来会不值钱 所以作为一个 这个存储功能的话 保值功能就好像 大家所说的 比特币是这个数字黄金 因为黄金 它也是一个保值 光是这一点的话 就可以作为一个 推高比特币价格的 一个理由 那么还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 就是比特币ETF 这个之前我们都有 都已经收获了 那么比特币ETF 一旦批合了 就会有新的客户 包括机构不断的涌入 推高比特币的一个价格 还有些人会问 我们这次牛市 什么时候会结束 因为大家都怕买在高点 但是虽然说 我们可以去看 之前的这样子的 一些规律 但是我觉得 这次牛市 可能情况会有所不同 因为像2017年 2018年的那个牛市 其实我都有参与 一直到比特币的 彻底的这个crash 就是像崩盘一样 那每个人都觉得 比特币从将近 7万美元跌到 会跌到归零 大家都很恐慌 就离场了 其实在去年 以及前年 这两年的话 整个的币圈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 当大家离开的时候 资金的话 就会往外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价格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前年 去年的时候吧 是不是去年 我觉得是前年年底的时候 它跌到了一个低点 现在的话 是因为有了 这个比特币的ETF 大型机构 会更容易购买比特币 比如说富达 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养老基金 他们会尝试 购买数十亿美元的比特币 这里顺便说一下 可能在5月份的时候 会有以太坊ETF的一个批合 这又是另外一个推动的因素 那其实除了富达 像这样子的一些机构之外 还有各国的政府 也是真正的进入 并购买 而拥有比特币 实际上美国政府 可能拥有大约20万比特币 所以美国政府 有可能是比特币的最大持有者 那么你还会看到 来自于这些中东国家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 以及南美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 都开始使用比特币ETF 购买比特币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意味着整个的 这个新的客户类别 他们只是把钱 因为它不像我们这种散户 有些散户就是一个投机的做法 就来来回回的 做市商买卖 去赚取这样子的一个短线的操作 或者说作为一个day trader 那么这些新的客户 比如说国家政府 包括一些基金 包括一些机构 他们只是买了比特币之后 他就把钱放在那里 再加上比特币的供应是有限的 并且在4月份的时候 即将迎来我们的一个减半 也就是说我们流通中的 这个比特币会越来越少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第一个减半 第二个 你的很多人买了比特币之后 特别是这些大型的机构 以及政府 他买了之后 他就会放在那 他不会说在市场上面 不断地去流通 也就是说流通就会减少 比特币价格的话 就会继续上涨 我们有些的话 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还有政府的话 他们可能也会更加的 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 以及包括 如何升级整个金融支付系统 这样子的话 他们会更加积极地投资于 各种的加密货币项目 所以我觉得 我们是进入了比特币的 一个全新的时代 那我在这个 新版上的比特币预测 也都有提到过 如果说你是我的 尊敞会员的话 你是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月的阅读简报里面 都有提到 2024年整一个比特币的预测 那我也已经提到过 是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包括一直到2025年 那不只是比特币 以太坊也是这样子 所以对于新客户来说的话 他们会从比特币开始入手 进入以太坊 其实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进来 也就是比特币以太坊 可能各一半先进来 之后熟悉了整个流程之后 就开始涉足这个 我们叫山寨币 也就是off coin 或者说你叫替代币 那么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其实基本上都是替代币 那我们不会说 特意去推荐比特币以太坊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 像我的话 我以太坊躲在加密货币 加密世界里的现金 我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们卖一些以太坊 那其实有其他币的利润出来 我就继续去购入更多的以太坊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垃圾币 包括美美币 会也会上涨 因为新人 特别是新人进来 他可能对这个领域 并不是很熟悉 看到这些币都在涨 他可能就会去买入 追高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垃圾币 也会上涨 但是呢 我觉得最终 他们都会crash 也就是说会崩溃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价值 你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 或者说实用价值 它只是一个 缝默起来的一种币 大家去玩个游戏 所以我们团队的话 是非常努力的去研究 哪些币是值得投资 我们这样投资不叫投机 也就是说 需要有技术性 在新的这个将来 未来的金融生态系统中 能够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比如说Render Render的话 它是允许3D视频 和虚拟限制的这个渲染 电影工作室也可以使用Render 包括电影制片公司 也可以使用 那有可能迪士尼或者说索尼 都已经跟Render签署了协议 这并不是说猜测 因为很多人都 购买了Render 正在使用它 所以我们从投资Render 到现在的话 应该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 现在盈利的话 是已经是十倍了 也就是说百分之一千 在2021年年底开始进入的 还有一个就是SATA 那么SATA的话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之内 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非常的耀眼 它14天两个星期 涨了将近140 在过去24小时 它是就是跟着大盘跌下来了 但是它整个一个月 几乎涨了两倍 SATA的话是 也是我们投资组合里面的 早期阶段的一个币 我们也是比较早就已经进入了 那目前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也是两倍三倍的一个利润 那么SATA类似于Render 也是用于视频流 大约20%或者30%的互联网流量 是实时的视频流 比如说这个Twitch 那对于传统的这种视频流来说 问题在于它这个视频流量太大 像Twitch这样子的公司的话 是无法处理的 或说有一天 他们将无法处理所有的 这个宽带的流量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 这个SATA的一个原因 那SATA的 SATA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已经有公司开始使用SATA 那么我预计在接下来一年里 它将会继续表现非常不错 那其实它在过去的一年 也已经涨幅 我们看一下 达到了将近200% 其实它真正的涨幅 也就是在最近 其实之前 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它其实表现就一般般 没有说太大的一个突破 也就是在从2625号开始上涨幅度 一下子到了2块美金 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2月6号的时候还是0.95 那一下子就翻倍了 再接下来就达到了3.17 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之前的最高的时候 在2021年最高 也就是那次的牛市 最高达到了15美金 那么这次牛市 能不能再次达到那个高度 我不确定 但是我相信它在接下来的这一年 或者说几个月之内的话 还是会表现相当不错的 其实我只是说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选择币的时候 肯定是找一些 有技术性的 能够长期存在的 它是真正具备这种实用价值 在未来的这种技术 使用中是要用到它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代币的话 我们是作为我们的一个 常见的一个投资 在我们的这个portfolio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并不是说随便 选择一个妹妹币 或者说一个不知道的币 因为很多的币的话 我们其实最近的话 应该也有看到 会有一些币突然的上涨 比如说这些传点的 比如说large scanner 就是你看它这样子 800%多 然后80%多 那其实这种币的话 我们并不知道 就是说币很多 但我没有办法说 每一个都去研究 而且很多这种币的话 它是有一些内幕消息 有些人是很早进去了 突然的飙涨 是给那些人来 撤退盈利的 那你现在进去的 可能很大概率就是接盘 所以这个呢 也是币圈的一种游戏吧 这个就是你如果说对于币 不是很熟悉的话 你想要长期的去赚 去一定的可观的利润的话 那其实还是长期的投资 是比较靠谱的 那其实这些很多 或者说妹妹币 我不知道它将来 会不会持续走高 因为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 OK 我们还有一件事 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政府 今年也就是说2024年 有大约7万亿美元的债务 要到期 那美国政府的话 通常的做法就是不偿还债务 而是将债务滚动 再次借款 但利率很高 那没有人想要 以高利率借款 那美国政府 他也不想以高利率借款 否则的话 美国就会走向崩溃 因为利息支付的话 每年就是数万亿美元 所以美国 他肯定是不想 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 与此同时 联邦储备系统 他会担心这个通货膨胀 所以他们也有些 不愿意降息 其实你有关注经济数据 我说的是美国 你可能会看到 感觉经济很强劲 比如说这个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经济在增长 但是如果说你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它是制造业的话 已经是连续第18个月下滑 那进入支出也是在下降 还有些制造业的公司在裁员 所以可能 美国已经进入了 一个小小的衰退 但当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 会说一些专家说 美国将会进入一个大衰退 那这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说进入某种衰退的话 那么联邦政府 他肯定是要降息的 那我们现在 就是市场普遍认为 他会在5月份 或者说6月份降息 但是这个还是要取决于 这个经济数据 就是在6月份啊 或者7月份 那如果说美国 提前进入衰退的话 那么这个降息的 这个时间点也会提前 所以在2024年年底之前的话 我们可能会看到 不止一次的降息 那这也可以解决政府 不得不接更多的钱的问题 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比特币 其实我们 简报里面 虽然说我们每周都会提到 这个宏观方面 宏观层次的一些情况 但是我们的重点 还是在币 包括比特币 那我们提一下比特币 在4月份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那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么比特币的这个会减半 需求会增加 那也就是说价格会上涨 这个也是为什么 现在这个ETF 迅速增长的一个原因 那目前黑石 也就是BlackRock的 比特币ETF 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ETF 那么各国政府 刚刚已经说过了 也纷纷的这个加入 进入这个比特币 在购买比特币 所以出现了很大的需求 那么比特币的减半 会带来什么效果呢 也就是说比特币会减少 每天这个发生的卖出量 因为比特币矿工 只能卖出 他们通常能得到的一半比特币 因为减半嘛 所以他们得到的比特币 就会减少 那这样子的话 每天的卖出量就会减少 那么这样子就会 触发价格的上涨 那么比特币会不会在 这个减半的那天上涨 应该 我现在不太清楚啊 但是从这个新版上的比特币 去看这个天象的话 可能在4月20号 因为我们现在预估 4月20号是减半的日期 那么在4月20号前后 我们可能会看到 这个比特币的一个飙升 有可能啊 当然我不能说绝对 也有可能在减半的那天 那一天 或者说那一周 价格会回调 或者说会下跌 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整体趋势 常见来看的话 比特币还是往上走的 那就是我们昨天有看到 比特币已经创下了 新的历史高度 所以因为大家都是 心目中都对 比特币减半之间的 里程碑事件的一个期待 所以大家就会 现在就买入 现在买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价格 就一直被推高 当然我刚刚也 一开始也说过了 也有可能是 也有人是在操控 这个大盘 想要达到一个新的高点 达到新高点 就马上就回调了 所以比特币减半的前后 可能会有一些 Sales News 就是会有这个 卖出的一个动作 就好像ETF 当时被这个正式通知 被批准的时候 那其实接下来几个星期 它是下跌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 两手的准备 那不管说这个Sales News 就是比如说 我们叫卖出消息 持续多久 这都不会说 结束这次的牛市 大家别忘了 在这个黄金ETF 2024年 还没有正式被批准的时候 那么黄金连续上涨了7年 那比特币的话 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刚刚说错了 我是说黄金ETF批准之后 这个黄金连续上涨了7年 比特币的话 也是一样的 可能它这个上涨幅度 肯定是比黄金 是更要更大的 而且不是大一点的问题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SP500 就是标普500的一个情况 它在一个月之内 已经上涨了3% 今天的话 是有点回调下涨了1% 其实我们在去年 9月份10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介入 人工正能的股票 我当时有发了 真实的一份文件 给我们的这个付费会员 那如果说你去年 那个时候有进来的话 那现在的话 基本上 在英伟达的话 你已经有80%到90%的一个利润 70%到80%吧 70%到80%的一个利润 因为英伟达的这个价格 也是在波动中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股票 它基本上都有30% 40% 其实这对于股票来说的话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当然我们不能去跟币 有些妹妹币的那种涨幅去比 但是这是一个长线 也是长线的 你要坚持拿住 因为我之前已经 其实说过很多次了 那么2024年的话 是科技迭代非常快速的一年 我今天还在这个视频里面 还是要再强调一遍 科技 包括人工智能 包括生物科技 包括这个web3区块链 也就是我们的加密货币 还有包括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的话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在简报里面都有提到过 那么量子计算的话 在接下来今年的话 可能也会有一个突破口 那么它可能会比 人工智能会更大 所以2024年一定是科技 大家记好了 就是科技迭代 你已经盯着科技就可以了 我们的人工智能的 这个portfolio的话 也是表现相当的不错 我们在10月 10月22号 21号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推荐的SMCI 美超微电脑公司 在不久之前 因为他刚刚宣布了 跟这个美超微电脑公司 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然后股价的话就非常 我们是2月21号 22号进去 就是你是2月22号进的话 那我们从这里看的话 到现在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33% 22号到现在的话 其实也就是两个星期 不到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在股票当中 是表现相当不错的 那如果说你在它下跌的时候 其实一度跌到了800美金以下 我们的一个入场的一个 target是800美金 那如果说你有抓到这个点的话 其实你现在利润是更高的 那么你可以观察到 它其实跟英伟达是同步在上涨的 英伟达它的涨幅比它更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推荐的 那我们其实每个月 甚至说一个星期 有时候会有两个 这样子的一个AI 人工智能股票的推荐 我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地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都是提前去布局 提前进入 包括加密货币也是一样 包括一些早期阶段的 这个项目 我们有早期阶段的一些portfolio 那其实涨幅有很多 都已经是1000%以上 就是说500以上 我们都是提前去布局 而不会说跟风 我们开始讲什么 你在进去的时候 其实大概率 你将是接盘的 所以像人工智能 我们从去年9月份 10月份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那么我们会持续的在这方面 去给大家找到更好的公司 当然这个是我一直觉得 投资的话你可以去多元化 你不一定不要全部在 全部在币里面的话 其实就好像我们通常所说的 所有的积带放在一个栏子里面 其实风险是蛮高的 所以我都会多元化 包括房地产 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个参考 那我强力 我自己本人是强力建议 一定要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 大家要走在别人的前面 当所有人现在目光 都在比特币的时候 你一定要同时开始着手 人工智能的一个准备 那我们从去年9月份 10月份到现在的话 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 5个月的时间吧 当然有些价格 他已经上去了 那我会从现在整理一份 入场价格 给到我们的一个付费会员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些 有什么样的新闻 值得我们关注的 首先就是ETF 比特币ETF 正在吸走比特币的所有的这个流动性 那也就意味着在Coinbase 或者说一些二级交易市场的平台上面 那可能没有足够的比特币供应 那么新的交易量 记录是77亿美元 那之前是46.6亿美元 所以现在对于比特币 有很大的需求 我们刚刚在讲整体的情况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了需求 很交际的需求不断的增大 这个是关键 现在就是资金流大于流出 这也就意味着 ETF必须获取更多的比特币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叙事 比如说比特币数量越来越少了 不够分 那这种叙事的话 就会让大家会觉得 好紧张 好怕错过 就不断的去推高这个价格 比特币已经现在目前的最新的历史新高 就是69000美元 那么问题是 比特币未来会走向哪里 那10万美元有没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 乐观的一个理性的一个领域 就是说 这有可能我们从这里的话会继续走高 它可能不一定是人为控制 人为操盘的 虽然说我个人觉得前两天的这个 一直拉高拉高拉高的新的最低点 最高点 它刚刚过了之前的那个线 之前的那个最高点的线 马上就就下跌 我感觉前两天除了需求的增长 还有一个就是人为的一个操盘 从这里开始的话 有可能就完全基于供需 特别是在比特币减半之后 所以前几天的这个上涨 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涨得太快了 太热了 所以我刚刚有说过 就没有再去购买任何的 我没有入场 包括以太坊 我都没有买 只是说今天 这个昨天到今天早上下跌的时候 我刚刚买入了一些 现在又上去了 所以这个才会 我看到它下跌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舒服 但是一直这样涨的话 很不安心 所以如果说 我是打个比方 如果说比特币上涨到8万美元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 可能买入的勇气就 可能更小了 所以价格不断的上涨的话 这其实对于新的投资者来说 现在入场投资来说 是一个警号 但是如果说你是做一个超长线的一个准备的话 我觉得对于新的投资者来说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存储的一个价值 如果说你是我的付费会员的话 那么我在天外上的比特币 通过天上的话 我已经预测了长线 包括2025年 2027年 可能在比特币上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你可以去参考那个 因为说实话 我从去年到现在一年 就每个月都会发这个 新买上的比特币的预测 基本上大概率90 95以上都是准确的 虽然说前后可能会有几天的一个差别 但是整体的趋势 还是可以尔尔赛的说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所以你可以参考我的那个预测 新买上的比特币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测 来做出你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这个新闻是3月4号的 还是关于以太坊ETF被推迟到5月份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目光聚焦点可能是在以太坊 其实我在比特币 比特币ETF1月份被批准的时候 在批准之前我就说了 接下来就是以太坊 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回忆一下的话 比特币ETF被批准之后 其实比特币是下跌的 但是以太坊开始了狂飙 所以接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的重点包括 即将发生的单况升级 还有这个 以太坊的这个这样吗 它的一个ETF 都是大家所期待的 所以我现在投资的话 就长线的比例的话 肯定大部分都还是在以太坊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Warmhole 那我其实我们从2021年年底的时候 除了开始布局这个各种币 各种价值币 那么我们也开始了这个空投攻略 空投的这个准备 我也有每周 基本每周都会发放我们的空投攻略 Warmhole的话 是我们其中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 可能会比较大规模的一个空投 那么可能价值30亿美元 那如果说你有用Warmhole的桥梁啊 就是Bridge 比如说从以太坊发生到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之内 做了很多的这个Bridge的一个任务 当然不一定是针对Warmhole 但是它其实很多的这个项目 它都是相互有关联 相互有连接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做一些 这个Bridge的动作 那么你有可能是可以获得这个资格的 包括Warmhole在Discord里面 我记得前段时间的话 是要拿到一个角色 就是你的一个角色 当然我不知道那个对空投是不是有用 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 在前段时间的几期的简报里面都有提到Warmhole OK 所以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快照应该已经是拍摄过了 所以你现在再去做什么动作的话 可能就已经赶不上这一轮的这个Warmhole的Airdrop空投了 所以我们期待 有可能是在3月份会发生Warmhole的空投 所以的话3月份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空投会发生的 所以大家时刻关注我的通知 还有这个关于这个Blast 也就是以太坊的二层链 Blast已经正式上了主网 那么有大量的锁创价值 也就是TVL被抵押在这个Blast上 我们好像是在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 还是11月12月份的时候 他有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就获取积分 将来会获得空投 反正大量的人都去了Blast 最近Blast上线之后 我在电报频道里面有提到过 前段时间我们就前几天 NFT市场的流血 那除了是因为比特币以太坊在吸血 在抽取这个热钱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Blast 有很多的那个我们叫Farmer 专门赚取这些积分 我们叫农民 他们也是把钱抽出来 又去玩这个Blast 当然Blast我自己还没有玩 我觉得任何新的东西 刚开始其实很 杂草重生 有很多的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我还是在观察 以及同时去看一些 有没有一些好的项目 值得我们去玩的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整个所有这个币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 以太坊又涨到3800美金了 可以看到它这个升V 如果说你有抓住这个点的话 恭喜你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抓住的 我也是刚刚说说了 一大早的时候买入了一些 现在价值也在 很快的又涨上去了 所以还是蛮开心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Selona 133了 其实现在你这周要找一些焦点 必须关注的币 做短线的 其实还是有点难的 因为我是很怕这种市场过热 Uniswap的话 24小时又涨了14.7% 那Uniswap它好像有 也发了一些新的新闻出来 我们是不是上周有说过了 OP刚刚已经说过了 OP在Dankone升级之前 它可能会有不错的涨幅 那我们上周已经推荐过了 这周就不再推荐 毕竟它已经涨了 7天又涨了27%了 到现在为止 还有这个Arbitrum Arbitrum也是 Dankone升级的一个受益者 还有这个Lidal的话 其实我们在 3月份简报里面都有提到过 因为它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币 7天很多都涨了 特别是这种卖美币 这种模营币涨得很厉害 Lidal的话 它其实7天 它是跌的24小时 它还没有涨上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Lidal的话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再加上它现在的这个所 仓量可能已经超过了350亿美元 所以随着市场的这个回调的话 它的这个价值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觉得 可能大家现在都去追逐 比特币以太坊 以及一些模营币 可能就忽略了这个Lidal Lidal的话 其实是 我觉得 大家可以在这种 回调的阶段 这种下跌的时候 可以去买入的 像这种币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真没听说过 也是上了币安的 那我觉得像这种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内幕消息的话 我觉得建议还是不要去玩 风险太大了 还有这个Fetch AI 已经到两美金了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 AI组合里面的一个币 其实在今天早上 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入的时机 我在电报频道里面 其实都有提醒了 赶紧简陋 你看现在下午的话 又已经涨上去了 那我们在这个 系统上的比特币上面 已经说过了 那么3月3号到5号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下跌 我们真正下跌 这种3月5号晚上开始的 然后 但我并没有预料到说 它在3月5号的时候 达到了一个新高 OK 所以 接下来的话 3月7号之后 可能又会有一轮上涨 3月10号之后的话 也是 反而会有不错的一个涨幅 所以大家 在这个时间 或者说在今天 大家可以去剪一剪漏吧 当然现在已经上去了 我们去看一下 或者说依照我的 Foreo里面哪些 是跌幅比较大的 OK C的话其实跌幅 这不是我们的这个 长线投资组合里面的 我只是说一下 它这7天其实 跌的还蛮多的 我们再选一个 前面这些主流币 跌幅比较大的 TX 它跌幅比较大 所以像这种跌幅大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减减low这样子 其实在整个市场 都上涨的时候 其实你不管怎么样 都是赚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挑一些 钱力更大的 所以在这种时候 比的就是 谁 挑出来的币 上涨空间 上涨的幅度更大 OK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简报就到这里 另外的话 还是要最后提醒一下 我们在付费会员区的 超级知识拓展那里 已经发布了 在以太坊单块 升级炒作中 可能会表现出色的 5个币 当然除了是 这个Arbitrum跟OP Arbitrum跟OP是 很明显的 那这5个币的话 我们是从另外的角度 去考虑 有可能会受益的 因为接下来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单块的升级 在这种炒作当中 可能会受益的 一些币 那大家可以去参照 这个列表 那这些币 也是在我们的 portfolio 长期存在的 但是我们可以 如果说你还没有建仓 或者说还没有 入场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些都是 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理由的话 我也在文件里面 都有说的 阐述的稍微 要详细一些为什么 OK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 一个耐心 看完我们今天的 这个视频简报 我们下周再见 也祝大家在这一轮流式中 赚得盆满 拜拜 拜拜